顺着皇帝二十三岁就过世了,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?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,过去男女的试婚年龄,封建王朝中,男女婚配的年龄,并不是现在的男二十二岁,女二十岁的结婚年龄。 这个年龄在过去都是属于老男人和老姑娘,是要受到官府追究的。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,由于天灾、战乱、生产力和医疗水平低下等原因,为了扩大国家的人口数量,历朝历代都对男女结婚年龄有着明确的规定。 比如汉代,一般是男子十四到二十岁,女子十三到十六岁住,建于彭卫、杨振宏中国风俗通室秦汉卷。 到了唐朝,唐太宗规定男二十岁,女十五岁就要婚配,并有官方的官媒组织相亲结婚,建通点卷五十九家里四男女婚嫁年纪纪。 而到了清朝之后,由于清朝的统治民族满足人口稀少,所以为了稳定统治,快速提高人口数量,婚育就成为满清皇族的一个重要工作。 清朝政府在继承了宋明的立法之后规定,男子十六岁,女子十四岁,就达到结婚年龄。 虚岁十四,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,这是一种早婚制度,在社会上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民众家庭中尤为流行。 清朝的帝后更是早婚的典型,孝庄文皇后十三岁下嫁皇太吉,顺之帝十四岁大婚。 康熙帝的婚室更早在十二岁就结婚了,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十三岁,干隆帝算是晚婚的,大婚时也才十七岁。 帝后的婚龄之早,反映出皇室、贵族、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。 且满清皇室都是一夫妻妻,顺之在位期间总共纳了十九位妻妾,这都是有名分的妻妾,其他无名号的不算,总共生下八子六女。 所以,顺之从十四岁结婚到二十三岁去世,九年的婚龄,足够他生育出很多的孩子,这也没什么稀奇。